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那我們今天晚上有Pokemon Master 寶可夢大師喔 那最近的話有觀眾留言跟哲平推薦 就是可以用我們設定這邊裡面有一個模式喔 那這邊的話這個模式可以讓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寶可夢所有的那個出招的過程啦 就是看到就是那些寶可夢的招式會先出 然後對面敵方攻擊是哪些招式會先出來 這樣感覺 那可以方便自己就是在通關的時候 可以就是更能夠去 知道下一個時候要怎麼去預防 就是一些回合數的一些攻擊這樣的感覺喔 所以這個顯示行動順序的話 就可以把它打開這樣的感覺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造成各位觀眾比較不方便的點 就是如果各位觀眾如果是在哲平比較前幾部 一些影片留言的話 哲平可能會沒有辦法看到喔 所以如果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的話 是非常推薦可以在哲平最新的影片這邊留給哲平看 那如果哲平還沒有看到 或是影片沒有做一波改正的話呢 那你很想讓哲平知道這個消息的話 可以一直留言喔 那因為哲平有時候會漏看或是沒有看到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再麻煩各位觀眾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教導哲平的話 可以做這樣的一些嘗試好不好 那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看影片可以開心一點點啦 就是希望不要那麼的不開心 因為那麼不開心的話不是我原本的本意 這樣的感覺喔 好 那最近的話 昨天我們是介紹了那個就是螺絲雷朵喔 那螺絲雷朵的話 哲平昨天也是已經把它練到了最滿等了啦 也就是我們95等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今天的話應該就是要努力來打一下我們大眼蛇喔 那所以基本上其實用我們的那個騰騰蛇啊 跟我們螺絲雷雷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打敗我們的大眼蛇的 不過就是有一些就是出招的問題啦 還有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用到一起攻擊 所以沒辦法打出一些更沉沉的傷害喔 但是就像有一些觀眾講的 哲平有時候會邊講話邊錄 所以有時候會沒辦法那麼快的按一些招式 所以就請各位觀眾見諒一下就是... 盡可能以一個就是... 娛樂的心情來看這部影片啊 就再麻煩大家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多隊模式這邊的小鋼的大眼蛇 第二階very hard 那摸起來說的話昨天是覺得我們可以用那個... 欸 用我們的那個就是... 剛剛練的那隻我們的那個螺絲雷朵來打打打看 因為我覺得騰騰蛇這邊的輸出傷害的話 可能也不是沒有比我們螺絲雷朵高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一樣帶上大力二 然後再換上我們把我們君主蛇換成我們的那個螺絲雷朵 那如果待會的輸出還是不夠的話 可能就會把螺絲雷朵換下去 然後就是再把我們螺絲雷朵換上來 再換上我們君主蛇 兩隻超屬性寶可夢的話 應該會更好打一點點的感覺囉 好 那這邊的話就先把我們的君主蛇 換成我們這次心電的這個菜種的螺絲雷朵喔 所以基本上已經看到他的威力了啦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OK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喔 其實昨天應該是有點小機會的啦 因為昨天如果我的螺絲雷有開上那個連組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把我們大眼蛇直接給K掉 那K掉之後就可以幫助我們隊友生存能力更提高這樣的感覺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兩隻都是帶上了我們的那個 木手弓喔 應該是可以強烈的給我們那個就是 大眼蛇一個比較大一的攻擊 那剛剛我們開了那個就是活動 就是能夠看到我們招式的先後順序的東西的話 你覺得這邊的話右邊會有顯示一個要害攻擊 然後要害攻擊跟這個力量強化對不對 這邊的話就會告訴你下一個人可以用什麼東西 那大眼蛇下一次的話就用我們這個反射屏障喔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所以大家的話可以利用這個來去就是 看一下能不能開招開快一點這樣的感覺喔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什麼時候要開拍組啊 然後在開拍組之前能不能先疊到我們一起攻擊這樣的感覺喔 除了來說觀眾是建議哲平可以開上這個啦 開上這個的話我覺得其實對一些觀眾來說的話應該也是不錯喔 不過有些觀眾反應就是開這個的話可能會造成就是 手機可能會比較lag一點點的感覺 那目前來說哲平的手機是iphone的 所以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啊完了這邊邊講話我就忘記鎖定月死了 哼哼這次抱歉喔 所以有時候就會這樣子啦 所以就盡可能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再改正一下喔 畢竟我這邊也不是一個攻略性的頻道啦 就只要能夠打過就堆弄 好那這邊的話木手弓這邊的話應該就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反而我們這邊 一樣強化之後呢感覺好像沒有打出極大的傷害喔 而且這邊的話感覺好像 也沒有湊出我們的一騎攻擊的樣子喔 沒關係我們這邊攻擊力提升之後我們再繼續開一下百萬盾中梯 那目前來說的話那大連蛇這邊是已經被打到了剩下一半的血 而且快要開拍組了喔 有一起攻擊的機會 但是這邊如果要繼續打出一起攻擊的話機會 我們就必須一直用我們的三連擊喔 就盡量趕快把它用出來 就是所以這款遊戲也是有點在比手術的感覺啦 就是你必須要打出高一點的傷害這樣子 你才可以就是用出一些那個招式喔 但是這邊的話我們剛剛因為 有去加攻擊力啦 所以這邊的話打出了那個拍組 就是在他開拍組之前沒有打出更多的傷害 把我們那些角色幹掉的話 就比較可惜一點點喔 所以大家就是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可能就還是要比手術一點點 因為你快速按一些招式的話 其實會比較容易就是能夠對關卡通關來說 會比較有幫助一點點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就先拍出我們的彷徨夜靈喔 先看一下能不能再疊加一些東西 那主要來說我覺得剛剛是滿可惜的啦 因為剛剛的話我們在講的時候 也沒有就是打出很多的傷害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造成比較多的一些不好的結果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盡可能的打出一些傷害 因為目前來說他們這邊的話呢 那個大力2的百萬盾動機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然後這邊我們展現我們牽絆之後呢 我就要開始用我們蛇撐衝突來撞一下大眼神蛇 幫他們加完攻擊力 因為這邊基本上的話應該就可以靠大力2去打那個水屬那個月石喔 好撞起來然後待會的話應該就可以用出我們的那個就是 一起攻擊 加油 然後再撞一下 基本上目前來說的話呢 拍左還有4回的好了啦 然後我覺得如果不要一直用那個陣地板攻擊的話 應該是可以有機會的把那個大眼神給打掉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哇完了 那這場的話基本上應該是GG啦 但是我們下一場的話可以再嘗試看看一下喔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剛剛滿可惜的是因為一開始那個就是 大家的攻擊那邊的話是沒有辦法直接先把大眼神給打掉 而且前面的話是沒有打出那個我們一起攻擊啦 所以一開始的話可能就是要先思考一下是不是該疊那麼多的一些那個就是強力的東西喔 因為盡可能可能要先在第一波的時候先打一波那個就是 一起攻擊的話會比較OK一點點的感覺 那像目前的話可能就會比較尷尬啦 這邊的話應該是打不贏的 因為大眼神要開拍左了 這邊打下去的話應該我們就要死掉囉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感覺一開始就是 有開上我們右邊的那個就是 告訴你下一回合要做什麼事情之後呢 你就可能要去掌握一下你的那個手術跟那個能量條的配置喔 像我們大力2應該是疊完前面的2%技能之後 就一開始要瘋狂的疊我們的那個就是 疊我們的那個欸... 就一起攻擊了 因為一開始沒有先打到一起攻擊的話其實就還滿上的 因為大眼神這邊就還剩滿多血量這樣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邊再來打一場喔 這次的話隊友也是直接帶上那個我們的那個超鼠輸出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覺得一開始我先帶上大力2先來打一個 那個水鼠的那個輸出的話應該是還不錯 就是各方都有一些能夠打的角色 那他們一開始先強力的灌在我們大眼神身上的話 就是一個應該是不錯好的消息喔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就是一樣先繼續疊一下我們力量強化 然後疊完之後呢我們就趕快按一下 我們那個就是百萬盾重梯來打一下我們那個月死喔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目前剛剛那一場的話 第一下我們是打到了大眼神身上啦 所以會比較可惜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的話可能就先不要再疊我們的那個力量強化 我們可能就是要開始就是繼續疊我們百萬盾重梯喔 就是把我們那個技能條就是耗上去 然後讓我們就是可以疊那個一起攻擊喔 所以一開始的話我們現在可能就要瘋狂的疊一下我們那個 技能條了 讓大家都是可以趕快打出一個一起攻擊的感覺 然後這邊的話靠我們那個螺絲雷斗跟那個就是 木手弓的話應該是可以打出一個快速的效果 就是讓他們就是快點讓我們大眼神的那個血量減少 那目前來說是16格的能量條啦 看一下能不能趕快疊出我們那個就是 一起攻擊喔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在這之前看一下能不能打出更多的傷害 目前來說還剩下9滴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現在的話只要 喔好險好險 這邊木手弓沒有被打死的話應該是有點機會的 然後我們這邊先打完三個 再加上我們百萬盾重梯的話應該是可以打出一個一起攻擊喔 欸應該可以吧 欸可以一起續攻擊出來了 所以就一開始趕快先打出這樣的攻擊之後呢 然後趕快把他們給解決就會打出一個不錯的效果的感覺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是多一點點的攻擊啦 然後就是可以讓我們就是那個 大眼蛇啊跟我們其他的那個角色吃到更多的傷害這樣感覺 然後就會有點比較好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就可以在 因為我們技能條還沒滿 所以我們就可以趁這個階段趕快再疊更多的那個傷害出來喔 然後盡可能用這個招式再把我們那大眼蛇趕快清掉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這一次觀眾推薦了我們右邊的這個能量條顯現的 就是先看一下我們那個東西出來的那個 東西的話就可以讓你知道就是你什麼時候可以更快的 就是打出一些傷害就是可以就是避開我們的牌組啦 因為牌組大家可能看到那個的話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所以盡可能就是先知道就是什麼時候會有牌組 然後看一下什麼時候可以就是用我們的那個 招式來疊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打出更多的傷害這樣子 然後盡可能趕快用出我們一起攻擊啦 因為一起攻擊的話算是一個額外的攻擊效果 就會打出一些不錯的傷害了喔 那目前來做的話一定要開牌組了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那個能量先留著 好這邊的話應該我們三隻都會直接死掉啦 滿可惜的 而且剛剛其實最可惜的是 因為我們左邊那隻木狗弓先死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那個大力二是直接先出來 就是送了一波頭 就是比較尷尬一點點的 不然其實這一次的話 大炎蛇這樣的話其實他的那個 欸 喔唷 這邊好險欸 這邊居然大力二沒有死欸 這一次我覺得是頂有機會的喔 因為目前來說大炎蛇他的那個 他的血量剩滿低的 我們一樣就先來疊一下我們那個 彭王夜靈喔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進行場上 一隻輸出就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靠一下我們其他隻來打 然後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先幫忙疊一些傷害 然後接下來再把我們的那個傷害 疊在我們那個螺絲雷朵身上喔 我覺得這場應該滿有機會的 因為一開始其實先灌了滿多大炎蛇的傷害喔 所以這次的話應該是 有點小機會的感覺 而且右邊這隻螺絲雷朵也是打得很痛 860獅應該是可以先 喔 這邊沒有瞄準到大炎蛇 應該是可以把大炎蛇灌掉喔 哇 可是這邊的話 那個地板真的也是有點痛喔 但應該是可以 因為我們那個螺絲雷朵要開拍組了 開拍組之後呢 我們應該是可以直接 欸?! 死了 喔水喔 然後這邊的話螺絲雷朵在開拍組 先把一隻幹掉喔 哇 這邊他幹的是誰 是水族 啊不是 他幹的是那個右邊那隻 可以喔 然後 這邊看一下 先把右邊這邊幹掉之後呢 我們就只剩下左邊那隻了 所以 應該要先努力清一下左邊那隻喔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先用一下展現我們 哇 哇 呵呵 展現我們先把還沒出來就先被幹掉了 但是這邊還是有疊到一些 攻擊力在我們這隻身上啦 然後 就先直接疊一下要害攻擊好了 哇 這邊是有點可怕的感覺欸 哈哈哈 有點尷尬喔 沒關係我們這邊先把拍組留給下一隻喔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 哦呦 噢 哇 有點可惜 哇尷尬了 我們這邊死掉了 靠他們不知道可不可以欸 哇 這次我覺得是還滿ok的 但是後面這邊真的是有一波波瞬喔 哇 剩下的那個一隻了 而且一開始是有順利先把那個大眼神給你打死 我覺得是還滿爽的喔 哇 這邊我覺得就算把這些水鼠幹掉 還有一隻是滿血的那個草鼠寶可夢 可能就沒有這麼簡單欸 說真的 加油啊你們 哇 這個炎崩 然後 喲~~ 毀壞我們的夢想喔 GG 應該都沒有寶可夢了 只剩這家大力二了 但我覺得今天這一次的話其實算還沒有機會的啦 說真的 然後這次觀眾推薦的就是右邊那個顯示條的話 真的是對於通關來說會比較有一點小幫助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打開看看 如果手機不會LAG的話是建議大家可以開起來 因為你可以就是更明確的知道就是 什麼時候會有我們的那個拍組出來 或是什麼時候他們會開什麼攻擊 但基本上 哇 這邊 有沒有機會 再一隻百萬噸中梯 拜託你了 欸 他還有一隻 欸 我有機會喔 哇賽 有有有有有 然後再開一個百萬噸中梯 我求求你了 大力二 可不可以 哇 驚險驚險 再一個百萬噸中梯就好了 拍組拍組 哇 好刺激 哇 太爽了 打死 哇齁齁齁 這個殘血 GG 沒問題 哇 這場真的是很棒喔 這場真的很 呵呵 這場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不錯 一開始其實我們有先把那個大力的打死 真的就覺得 把我們大眼神的打死就真的還不錯的感覺 哇 哇 太爽啦 呵 那今天觀眾知道我們呢 就是我們這個設定裡面有一個 就是最後一格這個有一個那個 我們這個顯示行動順序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在打關卡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棒的幫助啦 所以大家的話就建議大家可以來打開看看喔 所以是非常感謝觀眾給我一些這樣的提議的 哇 那今天的話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真的是刺激到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真的是很精彩 很爽欸 你知道打完這些關卡真的會覺得 有一些很爽的感覺 因為真的很像自己在體驗遊戲的感覺啦 就真的覺得打贏這些關卡 就是有一種挑戰自我的感覺 然後都已經打過了真的很爽的那種感覺囉 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邊啦 覺得今天觀眾交給我們顯示順序的這個功能 你覺得非常有用的話 可以玩完影片點個喜歡囉 影片長到10點中午12點個晚上 我今天晚上7點個晚上 就有點多影片喔 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我吃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